班長,他的速度是7公斤 7公斤 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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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的單位是7公斤 速度的單位是這個 你第二期的陣子 好熱 最好遠 這同學 你跟他講 他為什麼 他1秒 好奇 第一秒 這是單位1 然後他1秒跑了7公斤 然後他第二秒 也是跑的 因為第二秒都他生意是一樣的 所以他也是跑了7公斤 有加速嗎 沒有,他有6公斤 沒關係,我們先這個問題 等一下嘛 等一下嘛 所以他就這樣 7公斤 他這個單位 就是 他前朋友 他3公斤 就是3.7公斤 平時就是3.7公斤 平時就是3.7公斤 那個 差不多 他打住他畫的 對對對 你是對他講 然後用 半個 這樣子 你又不知道他做錯 那為什麼 都總 他講你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啊 因為3.7就是沒練習 OK 有啦,有位置啦 有啦,有位置啦 稍微 稍微 那個 神經病床的旁邊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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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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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含 這個 這 我們就是接近做了整個差距 對就是 沒有差距 就是這樣的話 只是我只要說他現在 差距的地方是 他數據 他的 差距最高是10 差距最高是 是9 是9 然後 1 2 3 4 7 8 9 10 然後他這邊是10 然後他差距到這邊就是每 就是每秒10公斤 4 所以他 最後他 這個 每秒是追蹤機 4 8 就是我弄錯 Oh my God 就是這錯秒 對我發現沒有 對 對 對 那個點注都被插掉 對 對 不用擔心 我會回復 對 對 他這個時候才速度是1 他這個時候才速度是1 那這個時候他速度還挺滿 對 所以說他要1秒 所以他 他這樣就是 他 就是他速度是 他速度是 每秒秒數是1公尺 然後 冰花 那你上面那個是錯的啊 不是 我說他這個 是他這個時候 喔 速度 好像我們也是 這個時候 然後他這個時候 第二秒 剛剛這個時候已經升到2 就這樣跑 我說他 然後他兩秒 因為他這邊 這邊真是1秒 所以兩秒跑了 跑了 就 時速兩秒就跑了 1秒 不是 秒數的 秒數兩公尺都跑了1秒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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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 一樣喔 他那邊上去也是 也是 1秒 然後 但他這裡 已經變3 就是3 然後讓 你再給小學 只要你再討厭我 哇 那你費對嗎 用品牌 沒有了就起來 有點搜尿 不要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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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要我幫忙嗎 不要我 那我覺得這邊有點有點難解釋 我會覺得我 好 OK 謝謝只好 的幫忙 那個其實 我覺得 就是大家這樣子在做事幾次 因為 其實 也許你理解的多問題 但是你在解釋上 就不太清楚 那如果你多解釋幾次 你會越解釋越好 就是這樣練習的 那你越練習 你就會越熟悉 那另外一個事情 是照動這東西 是讓我們在上個期 出講的非常多便 如果你在那時候 就Catch那個機會 就好好研究它 你就不會現在的困惑 對不對 現在對這個部分 它有困惑的 除了照動作外 還有別的東西 速度 V1圖的面積 代表的是位移 代表的是手手的距離 這部分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可能把那些長子記起來 可是你實際上可以去思考 是 我認證一條 運動中的曲線 也許是 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可不可以 可以 我本來速度 變得很快 變得很短速度 後來慢慢 沒有變得很快 可不可以這樣子 可以 我可以把每個時間點 去切開成一小段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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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小段 是不是這邊幾乎是 就是這個速度 這邊是不是有個時間 ΔT 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把這個速度乘上 這個ΔT 就是它這一段時間 所走的距離 可以介紹的嗎 可以嗎 通常是我把它切開成 無線多段的時候 然後 是不是每一段都是VT VT VT 加起來 是啊 所以你整個來講 我把這個面積 算得出來的話 這面積是代表所走的距離 可以接受嗎 可以啊 就這樣 不是 我不懂的是 它的算是為什麼這樣算 面積啊 那面積怎麼算 這個面積 我講的是加速度耶 對啦 正面積你這樣不會算對不對 正面積你怎麼會算 正面積你怎麼會算 正面積 不會算 因為這是曲線式 斷七八糟的曲線會不會算 可是加速度 他已經告訴你 這叫等加速度 是不是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一定是 你們這樣算 一定是等加速度而已 對不對 等加速度有個特點 這條件是什麼 可以說線 只是線嘛 所以像我告訴你 在T秒之後 他所走的距離是多少 怎麼辦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這個三角形面積 是 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底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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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是這一段 高怎麼算 高什麼算 高的就是速度 高的就是速度 高的就是速度嘛 什麼速度 末速度 對不對 在等加速度 初始速度歸0 經過T秒鐘之後 他的末速度是多少 是不是AT 末速度是不是AT 對 因為A的意思是加速度 每秒增加的速度 每秒數增加速度 所以經過幾秒鐘之後 我是增加了AT的速度 是吧 讓清楚嗎同學 我記得這個 我記得你有講過這件事情 而且我也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當詞無法 跟課本串連帶 那就是你要多思考 好 要熟悉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推倒一個公司 你當下在課堂上 我有稍微引導一點點的時候 你的東西就推過去了 你回去的時候 沒有人幫你引導一下 有時候就會卡住 就推不過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以前我們就是 學個新的理論的時候 回去我自己都要推倒了 大概兩三遍 三遍 才平常記起來 再經過兩個月之後 又忘記了 還再回去看一下 當中的推倒 再想一想 就記起來 就不斷的這樣子練習 就會慢慢越來越熟悉 所以這樣子知道了嗎 對不對 高度是AT嘛 底是T嘛 所以面積是二分之一 底乘高 是不是二分之AT平方就出來了 所以這部分就這樣來了 我們來記一下 那我這邊有個資料 這是可以鎖取 但是可以 不用 一定要拿 我常常在講 我希望說 上理化的時候 叫大家一張背一堆公式 對不對 但是呢 也是有的 把它整理成一堆公式 好 那 大家就覺得 那我就把公式拿來背一背吧 可是背公式其實有個缺點 背公式背完的時候 有可能是 你真的 老大你沒有一千個公式 可是你真的遇到事情 你到底是用一千零一個公式 還是第一百個公式 可能一百零 對 一千零一個是自己要創的 對不對 到底要用哪個公式 你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有點困難 所以 但是你拿著這個東西 事實上可以檢核一下 這東西理解不理解 你理解不理解 譬如說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到底在說什麼 那這個是整個國中的辦理 國中的理化辦理的整理 你可以稍微拿去做複習一下 看我懂了多少 那你也可以覺得說 這東西有點 太挑戰了 我管你在哪 沒有關係 這邊就有 你們需要的話來幫我拿 好不好 我下禮拜二早上要請假 所以下禮拜二 因為我真的要去維修 還要去 不要講那麼直接 對 對 好 那我還要去那個 憲政武器堂 所以那個 下禮拜二的第一堂課不在 所以下禮拜二的第一堂 可以怎麼樣自習 是不是 那自習的方式 我剛才講的 你就是一樣 一個是看課本 做學習單 然後 你可以在電腦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已經把我以前的影片 再重新整理一次放到 Facebook的社團去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我有 我知道 我有整理一個社團 叫做自然課程的 不是自然課程的 Facebook的社團 你一定沒有夾我 我都夾了 可是我現在叫做L&R 是L的 你改名詞 我會需要知道嗎 不是 那是因為我有時候會被倒閉 不是 你聽我講 你改名詞裡面通知我 然後我們家裡 我怎麼會知道呢 是啊 那你應該要趕快 你今天 你今天不能說 我搬家了之後 然後 人家寫信給你 寄到你下去 你說 你一定沒有寄給我 我記得啊 我搬家你不知道 對不對 那他會我嗎 那我應該 我們應該 他應該放我 一邊被倒閉 然後他 然後他追求朋友 好 你 你要告訴我 你新的帳號 我沒有新的帳號 還有舊的 現在叫做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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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懂 那我家的帳號是誰 就是 還是我啊 只是我的帳號被倒了頭 然後變成一個美國老名 就是叫L&R 然後我就把它搶回來了 對 可是我現在六十天 所以我還是要 可是如果你搶回來 我家了 你就是有家 對啊 對啊 但是他還是叫L&R 啊不管啊 反正我上不家 你們在道中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三 不是是我 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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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you 好 那個 所以禮拜二的時候 慢慢會自習 那那一天 因為老師都在他們的村 那一天也會有的老師上來 慢慢你自習的時候 就稍微諮詢體 控制一下 不要光聊天 不要光聊天 有問題可以討論 可以互相請教一下 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好 這裡面那個 反正有問題就是 互相請教 那個 陳佑啦 雪蓮啦 冠元啦 那個 陳佑 陳佑 吉隆啊 喜哥 他們應該 他們應該是目前 我覺得是可以問的啦 如果有問題可以問他們 你們可以問趙宗 趙宗 趙宗是我們的小老師 趙宗 趙宗 他告訴我說他物理小花學 剛很多 對吧 對啊 小 是 有啊 這句請問我還 還上花學 沒有 沒有 恭喜 好那個 所以我們上禮拜 不是上禮拜 那禮拜 我們要複習一下 說的整個 我們還沒有 歐姆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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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姆定是什麼 歐姆定是什麼 歐姆定是 這是電阻的魚 電阻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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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什麼 好 怎麼一樣 這個公司代表什麼意思 還是電阻的魚 代表 我講一下,在物理跟數學有很多叫做定律 什麼叫定律? 什麼叫做定律? 一定是做的要問吧 OK,那是一定會這樣發生的事情 它是被找出來或是被證明的 例如說三角形內角合是180度 內角合啊 數學商法區 你腦了兩個三個筆子 這樣你來去上數學 可以吧,要不要上數學 通通的二十四個筆子 有些都是定律 有些定律是,像數學的話它需要這些數學證明 然後去推導它是不是對的 但自然科學來講的話 有時候定律我們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被找到 所以通常的定律、定律有些東西是 相比說質量守恆這個定律 這是確定的,這沒有問題 質量不會變少嗎 質量不會變少,但是它有前提 它前提是說它沒有合法的情況之下 質量不會變少,質量守恆 能量守恆這也是目前來講算是定律 它是被接受的,你的能量會轉來轉去 但是不會消失 那前提是,你必須在一個密閉空間 密閉絕能的空間 就是能量不會跑出去的情況之下 宇宙,裡面的能量是固定的 好,那我們這個讓它過幾道整個宇宙來看 所以整個宇宙的能量是固定的 OK 所以會越來越遠 好,那R等於I分之V呢 是不是一個定律 對,知道 好,其他就有條件了 而且條件還蠻多的 就是它的條件在說 你可能溫度啦 濕度啦 或是材料 都會有一些 所以並不是一直都存在這個定律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通用 大部分的時間通用 在科學上有個好處 有時候我們在算一個東西 或在研究一個東西 事實上多多少少都有誤差 所以我們在學科學的第一件是要學什麼 估計值 測量估計值跟誤差 所以測量估計跟誤差 你拿一把尺去量個長度 就會有誤差了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誰說我量出來的東西 絕對就是那個樣子 沒有 沒有辦法 你量都是估計值 那尺它的長度不然有誤差 沒有錯 你生產那把尺就有誤差 你再拿那把尺去測量 還有誤差 所以那兩個是誤差 對吧 所以誤差是會一直累積的 那 所以科學的東西本來就不會有絕對值 那你想當初科學要在連丟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 我拿一個導線 我給它衝上一個電廠 給它衝上一個電壓的時候 因為是長的電廠 我給它正伏特 給它零 零伏特 我發現這中間就會有電廠 電就會流動 我發現呢 這中間的電壓差越大呢 這兩分的電壓差越大 我的電流就越大 所以他發現 我的電壓跟電流之間 好像有成一個正比關係 有個正比關係 我的電壓越大 電流就越大 可是你要想 我們剛剛講 測量都有誤差 那測量會有誤差 還是有誤差 你再想 這個電在烤的時候 你有電流 電流在烤的時候 通常烤的時候會發熱 發熱 發熱之後就會影響它的結果 越熱 電流可能越大 可能越小 不一定 不同的材質 可能不同的結果 不一定 但是在這邊 我們都先忽略不近 因為那誤差太小 忽略不近 所以我們忽略起來以後 它的電壓 事實上是跟電流成正比的 那我如果把這個 這個結果拿來用的話 它就得到 我如果把電壓 就當電流 就當它一個定值 我就說這個定值 是這個導線裡面的電軸 OK 這是歐姆定義上來的 可以介紹嗎 這角色是 因為我約略 感覺得到 電壓跟電流成正比 然後 我做任何導線都是 約略看得出來 就成正比 可能怎麼樣 如果電壓是低的時候 我測出來電流成是 3 安培 我用2的時候 我可能測出來是 5.9 安培 我用3伏特的時候 我可能測出來是 9.1 安培 我用4伏特的時候 去測的時候 我可能測到 1.7 安培 這是不是 成正比 有沒有成正比 基本上 但是沒有成正比 對不對 但是約略成正比 我們如果畫圖來看的話 1 3 2 5.9 3 9.1 4 11.7 這條線呢 事實上不會是整條 不會是在同一條時間上 會通過遠距嗎 蛤 會通過遠距嗎 0的時候倒是0嗎 不是嗎 是 你這些老線沒有給它墊壓 會不會墊流 所以 倒是0 對不對 那這條每個點上 都不會在這條直線上 但是差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覺得 假設這中間是有附差的話 它一定是成正比 OK 這樣推測出來 可以嗎 所以就是被推測出來 所以我們把這東西拿來用 那因為它大致上都符合 所以我們就認為它是一個歐姆定律 它是一個定律 那是讓你往下仔細去推敲的話 它可能受環境的影響 受溫度的影響 受什麼影響 但是它這個影響都很小 所以你要做非常非常精密的 計算的時候才用得到 我的就是大致可以接受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就拿來用 那既然 電壓跟電流成正比 我們就說 它兩個有一個負面的比 這個方式不叫做正比 這兩個是正比 是不是 是 是 這兩個是正比 太早了吧 V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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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很好 I是電流 V是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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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R R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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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學期 上完之後都沒有再複習了是不是 對啊 踢下去了 好啦 那我們上禮拜講了 列功率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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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開唱 我們會在上面幾分鐘位 這學會很久 同學 應該換個學嗎 我也沒有E 謝謝 我們有定力拿 等一下就要接下 它又繼續用 可以不會用 我們再繼續用 好 直接我們要做一個中和的應用 我們學了這東西 自在其他中和運用 1除1 公益彈什麼 1 1就是什麼 V T FD 所以聽號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可以接受 公學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根本沒用出意思 這上禮拜講的 不是上禮拜這禮拜二才講 兩天前講的 你那時候還跟我講同了 然後那一天我要睡覺 電上去的時間 好 再講一遍 不是 功率 功率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 電力 你先從這個那個想知道 功率是什麼意思 輸出能量 每時間 每單位 每單位 誰所輸出的能量 或每單位所做的能量 或每單位所做的能量 這樣子 這樣子就要點點才功課 好 我剛剛前面還有找 好 好 再下一次 再下一次 再一個 功率是這樣子 有什麼問題 那是小禮 誒同學 你不記得要找答案 你先聽 我 我有看懂功率 功率什麼意思 功率就是 你一秒之內出了多少禮 不是 你能出的最大禮拜 不是 更利 有關係 誒同學你收看 功率什麼意思 這也就一次 蛤 一段時間要輸出多少 對 不能講一段時間 要講什麼 因為我們把踢除掉了 這樣沒有單位時間 對 出一梯 假設沒有出一梯的話 就是我做了很多工 我這段時間做了很多工 這段時間做了很多工 這段時間是長還是短 有沒有影響 有 有影響吧 譬如說 誒 那個 薛宇 你把那椅子搬上去 然後那個 趙宇 你也把椅子搬上去 結果兩個都搬完之後 趙宇說 我最厲害 我搬100張椅子 好 薛宇 真爛 他只搬2張椅子 那誰比較強 那是我啊 替其他趙宇比較強 趙宇搬了10年啊 薛宇搬了2秒鐘 就搬完2張椅子 我搬了10秒 沒有都可原 對不對 那想要誰比較強 薛宇 薛宇 薛宇啊 所以時間很重要 這段時間所做的多少工 工大小 跟你的能量強度 沒有還不太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在那裡 把實驗飛機下去的話 就發現 這個單位 這部機器 每秒鐘可以輸出很多工 這部機器 每秒鐘只有輸出一點能工 它的強度就分了過來 對不對 所以工藝是這個意思喔 你去買電池爐 你要買高速率的要買低功率的 高 高 高 我煮一鍋湯 10秒鐘就煮熟了 煮開了 等於煮一鍋湯 不好意思 煮兩天才煮 煮開 你要買哪一個 那煮那個 趕快就煮起來 對不對 可是你高功率的話 當然你的練就會有影響 我們接下來要解釋這段 好 我們先從功率來看 功率就是把所做的工 除上時間 也就是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工 可以接收嗎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工 好 接下來可以往下貼到 在電裡面來講 能量是什麼 庫輪 庫輪成這樣什麼 庫輪 庫輪 FD 我們這邊有個電量差 我把一堆電搬過去 所做的工 所以庫輪成這樣什麼 距離 是電能量嗎 電位差 對啦 電量成這樣電位差 這個電壓差 對不對 我這麼講過了 電壓差是高度差 相當的高度差 一百個重的東西 從山下搬到山上 需要耗粉 同樣一百元先電量 搬到這麼高電位 就需要增加力量 這個電從高電壓流到低電壓 這個電就具有能量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電從高電壓流到低電壓 它就具有能量 因為這個電壓到高電壓 那我們在挺它能量 那我要怎麼樣 確定它是往那邊走 用電表量就知道 但是它沒有扁能量的情況下 電會從高電壓到低電壓 合理吧 那在從低電壓到高電壓 那就是要充電 它從高電壓走到低電壓 放電 你看一個手機 電打開它會發光 它在放電 耗能 只要這裡面的電 是從高電壓到低電壓 低電壓到高電壓 那在低電壓到高電壓 高電壓到低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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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電就有能量 它可以放出來 它在放出來 二次的鼻子就是如此 它的電可以放出來 它的電可以放出來 可以做工 我拿一個石頭 從樓上丟到你的頭上 你在樓下 你就會很痛 你就會很痛 你就會很啊啊叫 你就會 因為你被做工了 我做工 同樣的我的電在裡面跑 我產生能量 我能量放出來 放什麼 電的光跑出來 懂嗎 這過程你用高電壓到低電壓 它來放出能量 對不對 那請假逆轉 就是充電 電一直跑 一直放放放放 放到電子沒有電了 你怎麼讓電子有電 要充電 要考慮高電壓來充電 對沒有錯 充電就是我要換個 要給它這邊更高一點的電壓 比高電壓還在大一點 這麼容易應該都插得住 對我給它插都插上去 這邊變成零電壓 我電就逆充回去了 這時候就是我在對電池做工 我從外面給它能量 正常來講它從高電壓到低電壓 電放出能量 那我在充電的時候把電給能量 電就充回去了 這是一個正反反向的做法 好 所以呢 就電的能量來說 電的能量是怎麼算 是不是 誰誰誰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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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介紹喔 想一下 融洋問題 還在想 融洋問題 還在想 電流是哪來幹嘛的 電流哪來幹嘛的 電流哪來幹嘛的 呼籠練習 電流就是每秒鐘流過多少電 喔好 我回應起來了 貌圖切面 貌圖切面 對對對 那個 對阿 通常就是貌圖切面 沒有貌圖切面 是 就是你看 腳踏從這邊來觀察 從這邊來觀察 每秒鐘流過兩庫輪 經過這次兩庫輪 我就說這條電線上的電流是多大 沒有 沒有錯 兩庫輪 這個電流 什麼意思啊 每秒鐘經過這次 經過了兩庫輪 我就說這電流量在兩庫輪 OK 我把一庫輪的電 移動過去 假設中間的電壓差 是 一伏特 這個 我就做了多少能量 一腳 一腳 能量 有沒有問題 我把電移過去 它就做得多 OK 可以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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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庫輪的電被移動了 我們都是用距離為單 是用電壓為單 因為這電壓可能 這麼長的電壓 這邊是一伏特 你看嘛 電線啊 假設 這算裡面兩條 那假設是一條線 假設 我 我通了一個電壓 這邊是一伏特 這邊是零 對不對 所以電就會流過去嘛 這條線很長 跟這條線 或許只有這麼短 這樣流過去 我一庫輪的電量流過去 一庫輪的電量從這邊 幾乎那麼長 然後就在這邊 做的供應不一樣 一樣 一樣嗎 我只要是兩邊的差勢 差的功率沒有 對 它只要兩邊的差勢一伏特 我做的供應是一樣的 所以它跟距離沒有關係喔 它跟距離沒有關係 它跟兩邊的電壓有關係 距離不是問題 距離不是問題 身高不是壓力 欸 身高不是距離壓力 眼底不是問題 對 所以這樣會比較好 體重不是壓力 體重不是壓力 對照中來說的話 男女沒有關係 欸 誰 這都有押韻嗎 這都有押韻嗎 好 所以這個變的能量是這樣的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個事情 Q3T 就我們昨天學的 Q3T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鐵面肌 是什麼 是安排 是安排 所以就等於I 層上很V 有問題 I是練9 I是練9 有問題 又跳來一節了 有問題 趕快抄下來 我們都不做筆記 回去又要怎麼複習啊 對不對 我用 好像眼睫毛 用眼睫毛 快抄 我沒有問題 我都沒有問題 你如果不想抄 你可以幫他向你 那我可以讓我分享 副阿欣問說 你說是說 電壓是對 從力學的工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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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壓是對應到距離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對應到距離 沒有說對應 我沒有說對應 或是說 可以參考 沒有說對應 早上他說你說 你說酷了 他可以對應到 質量 施力 他施力 這樣你說的 沒有吧 沒有這樣說 因為酷了說 越大早上他可以 好 等一下再聽聽聽 我們就工來講 力學的工 是不是力量乘上距離 記不記得 力學的工 是力量乘上距離 對不對 電學的工 是什麼 Q 乘上 V ID OQ 沒事 不好意思 沒事我錯了 但是你不要說 那G就反應D G對應 對應 對應 他剛好有類似的關係 你可以用類似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問 為什麼 為什麼電壓 就是他那個狀況 沒有類似的關係 沒有類似的關係 沒有 沒有類似的關係 不是 他其實 力 跟 褲了 我不知道 沒有 我知道 你的意思 但是我們是拿這些東西 來對照 但是代表他有一樣的意義 力 就電力來講的話 力怎麼來的 我們是學過庫倫定律 庫倫定律 庫倫定律 是什麼 R 平方分字 K QQ 記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 我就查一下 靜電力的庫倫定律 靜電力裡面的庫倫定律 查一下 在前面 兩個支點 在一起 都帶正面 會怎麼樣 會複製 會複製 複製的力跟誰有關 兩個支點 複製就是一個力 他們會複製就是一個力 這力的大小跟誰有關 跟距離有關 跟距離有關 對非常好 這這個力 跟距離有關 距離越遠 力越 小 所以是R平方分字 是放在R平方 是放在分 R是帶的距離 R是帶的距離 喔 好 那這兩個牌勢力還跟誰有關 是跟它電量大小有關 我帶一個電 帶五個電 帶十個電 有沒有影響 有 有影響嗎對不對 我帶的電越多 牌勢力越 大 力是不是跟帶電量成正比 沒錯 對吧 力跟帶電量成正比 因為為什麼兩個Q 因為這邊一個Q 那邊一個Q嘛 對 對吧 所以就這一個 就這一個Q來看的話呢 它旁邊有個電場 這電場就相當於什麼 這就是電場 因為它本身的電量是固定的 所以這邊的電越大 他的手受力越大 他的電越小 他手受力越小 知道你有沒有在聽嗎 沒有 對 對 對 你覺得你看根本比較容易理解 聽我講台灣的那些 我覺得 很可憐 目前比較容易理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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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成績 我只確認一下 因為你要找到你對自己有利的學習方法 對自己有利的學習方法 OK 但是我現在解釋 我就不解釋了 不是 不是 不是這樣嗎 你說你更多我講的課 可是我說他真的比較理解 但是有問題的問題比較容易 那我現在講的東西 你要去想我現在講你理不理解 可是我言基本的 這就是基本的 不是我跟基本的更基本 這就是很基本的 基本的基本 假設說 你現在在講的東西可能是 老二 但是我也搞完都沒有 那沒關係 那沒關係 你要先跟我講 我在講個東西 你要先去想 我現在講的東西 你拿著不動 所以說 電量是什麼 那對不起 那真的你要回看 喔對啊 電量怎麼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電的量啊 電的量 總量 對總量 對啊 那就這樣子啊 昨天其實 我們昨天在上第一課 那問了一些 陳舊一蓋一蓋 他跟我說他沒有聽過 他不知道 他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 啊 氣圈啊 氣圈 你說 B科嗎 對啊 氣圈啊 一樣來講第一 好 我們來講 把握正系號的部分 然後我就稍微 做 從一個實驗開始講起 陳舊都自己推出結果 哇 你懂意思 自然科就是可以推倒的 你只要有基本嘗試 我們來講的東西 就是一直推倒而已 一直往前推倒 懂意思嗎 就一直往前推倒 你不要一直對那個名詞 就覺得這個名詞我沒聽過 就很糾記 我就不理解了 因為我都會從最基本的解釋嘛 懂嗎 你不要糾結那個名詞 但是我只要解釋完了 麻煩把它記起來 懂不懂意思 應該是比較容易記起來 或者是變成 那沒有錯 有些人看是容易記起來 有些人看是容易記起來 有些人聽聲音就容易記起來 那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最適合的方式 只是說 我在解釋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幫你聽一下 先聽一下 我現在講的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聽得著 不要太急就回到課本 因為我要課本 有時候你在看的時候 就像你看了課本 你看不懂嗎 對啊 所以課本已經沒有大問題 課本會有很多東西看不懂 因為課本比較跳 他認為你就懂 他就會比較跳 但是我在講解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從你回應來知道 你懂了沒有 你不懂再解釋一下 往前解釋一點的 好 所以這樣 D怎麼來知不知道 D是因為兩個之間帶電 所以它排斥 你帶電越多 排斥越強 你距離越遠 排斥越小 是不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的力勢 那是跟對方的Q有關係 如果帶電越來 他不會對照 我會被他來用 只是因為公式上是一樣的公式 只是因為他一樣的公式 就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他 跟他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跟他其實沒有關係的 他其實沒有關係 就力的能量來變化來講的話 我推一個東西 我推一個東西 因為我只要耗掉我的能量 他是得到能量 只要能量轉移 對 我推的力越大 我耗的能量越多 我推的距離越遠 我耗的能量越多 這可以接受嗎 對 所以這個力 這個功跟力之間的關係 是這樣推打 所以我功跟力成正比 我功跟我的距離成正比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定義起來 所以定義出功 這功是被定義出來的 可以接受嗎 它是被定義出來的 所以我看了一個東西 被施力移動了一段距離 我就說它有得到一個功 這功的大小聲被定義出來 定義有些都計算出來了 OK 接下來我們拿這個定義 去放在電上面 我們說電有會做功嗎 這一堆電量從正比 跑到負逼的時候 跑到領的時候 它有做功嗎 對 因為它這邊有受的力 它也沒有做功 只是電的狀況之下 我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用的是電量 電量代表什麼質量 不代表質量 電量代表什麼 人量 電量不代表能量 某一種人量 某一種物理量 某一種物理量 某一種物理量不像能量 電量是不是體重 電量是不是升高 電量是不是體積 不是 電量是不是 多量 對 你是練的多寡 不是容量 不是容量 多寡 練的多寡 可以接受 比如說體重 我體重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 體的重量 或是多少的質量 簡單來說 我這個身體裡面有多少質量 或是說地球被我吸了多少的力量 這是不是相同的意思 是 對 現在它是動力波跑掉 我們是不是就突然變重 你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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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會不會這樣 因為你跳太遠 會拉掉那種地 所以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們在這邊電量 會移動一個電位差的時候 它就會得到能量 或是我們必須來的能量 好嗎 從這邊移動過去它得到能量 從這邊移動過來 它必須給到 被給的能量才能動力過來 很類似於V學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定義它 這邊好了 因為這個V是被反定義的 剛剛這邊FD定義出功 接下來這個能量 我們剛剛解釋過了嗎 能量是從這邊定義過來 是因為我們發現 從這個一庫輪的電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的時候 它可以得到比較的能量 我們說這兩個之間的電位差 叫做D伏特 這樣定義出來 就是伏特這樣被定義出來 OK 所以反過來 它是反過來定義 但解釋有聽懂嗎 有聽懂嗎 我需要把它上機跟比這個 OK 好 沒有聽到 有 你好 你還給我搖走 拜拜 Shake it shake it 好 你們要運動都很支持 但是運動的時候 適量才不會累 你適量的運動會不會有精神 可是他還在打的時候超 他還是在打真的嗎 他想說是騎在跟上去 哦 好 這是只有你這個電義會想 會發出來的問題嗎 沒有 那你只專屬於24個Beats 好 所以到目前這邊電量 電能的部分有問題 這個電呢 可能Q乘上V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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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個電能儲上時間 我們就發現了 因為這邊有電量對不對 電量儲上時間 就是電流 所以我們的功率又等於 電流乘上電壓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是一個推導過程 沒有問題 那其實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其實你不知道 沒關係 你還沒講 我怎麼知道 電有時候就導線就會發熱 這就是電的熱效應 電的有時候導線會發熱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這樣看 你說得出來就加一點 什麼 因為電會 電有彈的電 會磨叉 磨叉就會生啊 不要不要 旋律加一點 耶 對 瞭解 平心 這是大姐還是小姐 小姐啦 對 但是家裡大姐太浪費了吧 不會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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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簡單來講 所有東西 他磨他就沉著 簡單來 這樣 電腦從這個導線的 這段穿過去的過程中 他經過很多不同的 我們還有很多 我的手機會提心我 你一定要提心我嗎 好 我很高歌肌 OK 好 電流通過去的時候 會發熱 好 好 是阻力很大 比較容易發熱 還是跑得很快都會發熱 剛剛這阻力很大 都會 哪一個比較快 阻力 都會 好 你為什麼阻力大 因為 假設我要讓 電動機摩他身 因為 會很大 然後他 他可以比較多 我問你 你很冷的時候 不用講說他 我很冷 冬天很冷 你知道嗎 我要讓他身熱 為什麼讓他身熱 快速 快速難 可是 假如是在夏天 那你會不會說 我把它壓得很大一張 主體很大的摩擦 容易身熱 你就會講他不用身熱 對嗎 好 可以接受嗎 好 你要壓得緊的時候 你手不太會動 不太會動 它動起來不會有什麼 不動 那一動就基本上不會發熱 可是你如果 就算你輕鬆的 可是你只要快速摩擦 就會很容易熱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跑得越快 它越容易發熱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怎麼看 對 大家看 這都要用陳佑的功夫定律了 你看 我們把他推倒一下 這個東西往上推倒 V是等於什麼 把Ir Ir 推動 所以把V等Ir帶進來 YEAH 把這段腳步嚇張 好 把V等Ir帶進來 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 I 承上 Ir 對不對 對 對 等於什麼 Ir的28P Ir的28P Ir R代表一個導線的特性 在這個導線裡面 電流越大 發熱越快 就這樣子 是不是 對吧 可是它這樣不是電流越大 然後發熱也會快 但是相對來講 電流比較快 電流是平方倍 不知道說我剛剛講的 有錯 兩個都會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我們 相對來講 就是誰的影響比較大 或是電流比較大 而且你事實上 仔細看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推倒 再換個推倒 你再想一下 我現在先提供你 下一團的錄影講 之後就可以再加熱 一個導線 我現在要給它加熱 這個電阻是1 跟這個電阻是100 我用同樣的電壓去加熱 誰比較燙 誰比較容易加熱 一個電阻是1 一個電阻是100 1 2 2 3 2 3 想一下 來解釋 好 你講的結果還是講為什麼 好不好 姐姐 OK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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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